这拥有麦巴赫与自卑是一种什么体验 根据奇路一点的报道近日 开着三色车棚麦巴赫的90后维权博主火爆出圈 引发无数网友围观热议又心酸又好笑 在视频中啊他无奈自嘲 尊贵的麦巴赫车主就这待遇 大型倒霉蛋事件甚至暴改歌曲 还我妈生麦巴赫 起因是该车主7月花了215万全款买了这辆麦巴赫 GLS480踢车的两天就发现中控有意向 送去4S店检测无果开回家的路上 A柱又开始漏水了 结果4S店把车拆了个遍 却仍然没有查出问题 车主就提出补差价换车 4S店的回购价仅仅只有135万到150万 相当于我提车10天折损了80万 如此大的落差这谁接受得了 无奈之下车主采取了网络曝光的方式 每天连发多条视频 关注度上来以后还开了橱窗带货 卖的就是三色雨棚和胶带 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有网友就蜡评 别人都是星空顶 你是彩虹顶 不愧是麦巴赫 漏水的样子都与众不同 还有人拿着照片到官方账号求购 三叉星药照亮你的前程 三色雨布为你遮风挡雨 更多的网友留言鼓励 帮助维持热度 以头加油兄弟支持你 10月8号当时4S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该车不符合三包条件 但是可以谈修复赔损 我查了一下今年8月的一起 麦巴赫刚提车就返修的案例 根据律师建议 当下车主应该固定车辆 存在质量问题的材料 并且咨询专业人士 初步确认车辆情况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如果符合 4S店仍然拒绝更换 则车主可以通过 委托律师发律师函 向4S店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等方式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车辆可能不符合 三包换车的标准 若需频繁的维修 车主也可以根据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第21条家用汽车产品 在包修期内 应质量问题 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 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 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 或者向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 要求修理厂支付相应的交通补偿 咱们就说 宇鹏迈巴赫火了 几千万网友看了品牌 大概率也是慌了 这届年轻人围起全来 有事就真的硬刚 接下来就看4S店了 完全没考虏 确